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当有毒啊 尤其是在带孩子方面 戏里戏外都画风轻奇的眉眼看 一起跟着小白哥感受下 被粉丝称和前夫哥的雷嘉一 最近又多了一个称号 那就是信经贯叔叔 原来火四年近日接受采访时 一脸无奈的爆料 前夫哥总是哄骗 恶恶大王叫他爸爸 好在恶恶大王内心坚定 至今没让前夫哥得逞 他老让我儿子喊他爸爸 他老让我儿子已经两个月 没有见到爸爸了 现在可能他以为他是吗 在你的哄骗之下 他真的叫过你爸爸吗 没有 虽然没能做成 恶恶大王的假爸爸 但是前夫哥在电视剧宝贝里 如愿当过一回奶爸 面对嗷嗷直哭的小萝莉 前夫哥亮出了沙丑点 一首终日双语的机器猫 给小萝莉捧得一愣一愣的 不过前夫哥 你这日语版的歌词 是自己瞎编的吧 预备开始 如果 如果我有嫌你帮 变大变小变漂亮 变成一个 阿姨 哭给口 我得西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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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挂 你得西得 你得 除了能哄住小姑娘 大姑娘遇到雷佳音 也是分分钟被带跑 在即将开播的新戏 我不是精英中 买遍小鹰化身钻子手男友 跟邓家家不怼不黑不停 来自四川的小姨妈 都被她带出了一股 东北大茶子味 胳膊这么细 长得跟那棒棒糖似的 你有女朋友吗 长得吧 脸有点大 电视机见过了 那时候也没钱呢 买一串 我们俩互相撸 她吃瘦的 带毛的肥的都我干了 怎么从你嘴里出来 就篡改历史呢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呀 历史就是 瘦的肥都被你吃了 昨天牵到我巴巴路的 全是火星的 大人小孩都不放过 强服哥真是 戏里戏外都用毒 喜剧《赌龙园2》 上周迎来了一位 B站鬼厨女神 那就是咱们的雪姨亡灵 一段通论思宜的 雪姨有戏哈 已经让小八哥 跌破眼睛 后台的专访 更是充满了毒蛇洗剂网 她先自夸是节目的 颜值担当 顺手黑了一把 沈腾的颜值 和宋小宝的身高 简直是一台荡腿机啊 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 我算是颜值高的 老一辈的颜值高的 真漂亮 我自己说自己颜值高 在喜剧这个节目中 我算是一个颜值的担当 但我觉得那个 沈腾还挺帅的 我没有想到沈腾挺帅的 其实沈腾嘛 远看不怎么样 真的近看呢 还不如远看 四小宝儿照片上 看着她长得挺高的 可生活当中 我觉得也挺高的 如果穿上那份高的话 而颜值担当 卢雪姨 居然还爆料了 自己多年来保持美妙的秘诀 是靠微调美容 还很认真的介绍起了 自己做过的项目 社会我雪姨 真是娱乐圈女明星 谭保养的一股仪石流啊 脸部保养 我自己喜欢 就是我一点都不否认有微调啊 所谓的微调是什么呢 我喜欢做一些 比如说水光针 那我还会做一些超声刀啊什么的 等到老了以后 我可能会更加激烈地去做一些东西 毒蛇犀利又耿直 心态年轻又自信 这样的雪姨 就是天天来敲小八哥家大门 给他爱的供养啊 热狗狂魔邓超和孙丽 又开始给大家补给新狗粮了 周末两人才带着一双儿女 去了迪士尼 昨天立姐又晒出一张 和超哥在一起的360度全景合照 还配上了三个大笑表情 看来心情相当灿烂 超哥还特地跑到老婆微博底下抢沙发 吐槽老婆把他的头拍大了 这波高能自拍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秀恩爱给大家看了 还有眼间的网友注意到 立姐手上戴着的鸽子弹戒指 才是真正亮瞎眼 在翻回前天超哥晒出的亲娃罩里 立姐戴着的耳环 跟这枚戒指还是同款 只不过大家当时的注意力 都在等等第N次被亲变形的脸蛋上 没有想到这幸福感满满的画面里 居然还隐藏着如此不灵不灵的小蜜 以往只是时不时发发糖 这次居然连续两天撒够粮 这对老夫老妻秀恩爱的蜜糖 真是要hold死人了 演员的诞生词开播以来就备受关注 尤其是导师张子怡 耿直督舍又敢说 几期节目下来全了一大波演技粉性格粉 更没想到的是 她遇到心上的演员周一维 马上变成星星眼 那欢呼雀跃的表情 简直是迷媚本位了 其实张娘娘的这个少女心由来已久 下面就让头条君给大家仔细讲一讲 继豆哥豆舞斗口才 旅行带娃开饭店之后 最近一档拜托演技的节目火了 没错 头条君说的就是她演员的诞生 这节目火到什么程度呢 不光是参赛选手 就连作为评委的张子怡 都通过殿堂级的吵架和教科书般的演技 频频登上热搜 圈了一大波演技粉和性格粉 而最新一期节目还让大家意外发现 原来我等吃瓜群众眼中的高冷女神 竟然是一枚迷媚本妹 看到周一维秒变星星眼 身态表情超少女 醒醒看了都想叫姐姐 语言上也丝毫不放松 一会热烈表白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我觉得周一维身上有很大的磁场 而且她是一个爆发力和张力特别强的演员 一会激动地表示想和周一维 来一场强者之间的切磋 说着还露出了再好的演技 都演示不了的迷媚脸 碰到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也不容易 所以要好好地去享受这一次的拍摄过程 此外还是一个妥妥的行动派 为了和周一维好好飙戏 不仅台词背得乔认真 功课做得乔麦力 还发动张书萍给她借衣服 拿出了拍电影的镜头 我给张书萍老师打了个电话 然后他火速给我安排人送来了几件 面对着四个非常有难度的选题 略带撕心又霸气地表示 希望都能和她演 因为我觉得咱这四个可以都选了她 可以啊 咱一个段子里面把这四个全给她演了 迷媚做到这份上也是没谁了 怪不得汪峰下期要来探班 大概也许可能是真的吃醋了 我等你开始拍吧 但是music king总吃母为queen的醋是吃不过来的 因为我们的张娘娘一直都有颗扑通扑通的少女心啊 最新一期节目预告片中 得知自己要演烟之扣 张子怡拿着剧本无脸尖叫 生动诠释了一个24K纯迷妹的自我修养 烟之扣 天哪 我的张国荣 这还不算什么 当年看着张国荣上台领奖时 娘娘还在台下像粉丝一样高喊爱豆的名字 沐上大人拉了好几下才让她重新坐回椅子上 除了演艺明星 张子怡还很关注体育圈 不过也许只是看脸吧 她在录制最强大脑时 相当肯定地表示张继科没正容 因为 我希望是 这娇羞的笑容 猝不及防的答案 哪里是孩子吗 明明就是二八一只花的怀春少女啊 不过呀 张子怡才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迷妹 遇到喜欢的明星各种惺惺眼 可毒蛇起来却是霸气侧了 让人瞅一眼就浑身发抖 请收下头条军的膝盖好吗 他们一点信念感都没有 你满意什么 郑爽一直在笑场 你满意什么 我是觉得 你们两个人都演得不太好 知道吗 表演是不可以解释的 你们没有解释的机会 对吗 特别想看到那一瞬间你的状态 现在就觉得好水 你要演 你懂不懂戏啊 娘娘堆起选手来 大魔王气场全开 作为演员的诞生主持人 和推荐人的张国立就说了 现在报名的有很多青年演员 他们呢 用我们媒体的话说 其实是带着流量 良药苦口 忠言逆耳这种东西 大家都不习惯 尤其现在年轻的孩子 他不习惯 人家身后都带着那么多的粉丝 那天 子怡突然提出来说 这两个我都不愿意选 怎么办 我觉得这种感觉都特别好 保留住吧 节目导演也表示 评委人选第一个定的就是张子怡 第一个确定的是子怡 因为我觉得我要做个别眼类的节目 我一定要 首先要请个标杆性的 就是他能代表的行业 所以哪怕身后粉丝千千万 在娘娘的眼里 还是要靠演技说事 归根到底一句话 对演员来说 演技和作品才是王道 不管是棋逢对手时的 迷媚少女脸 还是看到选手表现不佳的 严肃认真脸 张子怡这种对待演戏 超级认真的性格 真的很圈粉 请接受头条军 发自内心的膜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请在观看节目后 给我们留言或发弹幕进行互动 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了解更多的八卦资讯 在这里还是要感谢 最大的年轻人兴趣互动社区 QQ兴趣部落 给我们的大类支持 咱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